大家好,我是王狗 看裸體連線之前呢 我收到了一個人的私訊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 他說... 欸後面一直有我的手在動 對 他跟我說他跟他的初戀分開了 他們都彼此交了另外一半 但是到最後他發現 其實艾達也是他的初戀 可是他現在已經結婚了 所以他答了一個長篇分享給我 我自己看了我是覺得蠻感動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我們就留到後續感再講 我先來進行今天的主軸 裸體連線 宗教來講 NT前面不是都會有八卦嗎 聽說這個八卦可以震住一些鬼魂 那我就在想啦 如果全部都以宗教的角度去看的話 乾脆直接在人的身上玩筆先 那筆是應該不會動的吧 所以如果會動的話 可能又可以更大的機率證明說 真的是肌肉不自覺的發力 今天有兩個人要參與這個遊戲 就是崔童瑤的那兩位 我現在去接他們 Let's go 現在的一張 就要在我們身體上面畫一遍 我們來做畫吧 會不會這樣噗噗跑 我們要畫的就是這個 來吧 以前的蜜蜂頭畫在頭上 老闆拿一張清零善惡圖嗎 要沾很多水 這乾掉要沾水才會有顏色 我畫第一盤你畫第二盤 真正的疊先盤 第二盤有我們的小安 不要動啦 為什麼我老大太太兇了 不要動啦 ORANGE啊 對啊 這有背英文的方法 不會 我的願望沒不沒 你都 para我說 我的願望 你們準備好了嗎 來囉 聽 performing 妳要做必先必先 QC出來 必先必先 QC出來 必先必先 QC можете 妳做者 必先 QC出來 妳真的在動喔 沒有沒有 那你還沒問題 我憑現在雙胸肉褲 你就是自己在動吧 我們在動啊 竟然在動啊 我還在動啊 好啦 你問下一個問題 趕快問 趕快問 他問什麼 憑現在 你是... 男男女的 停了嗎 還在跑還在跑 B B 欸好酷喔 四個某一 B 所以他是某一 那我們要問下一個問題 換雞鴻問 我會是打擾了你 我就覺得我有點討厭 你太快了吧 為什麼要退 是... 他停在玩 他停在玩 YES 對 是你動的 雞鴻動 雞鴻動 我沒動了 白癡好可怕耶 所以你們動了嗎 白癡喔 我沒動了耶 白癡喔 那為什麼你們動 這麼開心 最後我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真的是很好笑 我覺得手就是 握著一個 白癡 不要這樣 白癡 那我們一起唱一首歌 你是... 我們... 各位大家好 我是我們後續感恩的時間啦 八九不理石 真的... 這個東西... 透離不了科學根據 之前我在玩的時候 不是有一次我頭暈不舒服 這也可能更證明的說 上一次可能是因為在恐怖的地方 壓力更大 導致緊張 身體產生一些狀況 你在五六年前 總會聽老師說什麼 有的因為在宿舍玩疊先 導致整個學校宿舍的人 都因為他們生種病 車禍去世之類的 有可愛的貓 透過現在這樣蠻多 都市傳說系的youtuber上來 這樣拍一拍 大家漸漸了解到 這種東西其實 並不是心中所想的那麼可怕 這一個點就衍生到 我剛剛一開始說的 那個人的愛情故事 很多的事情都是 你沒有 反而你會越想要去抓住他 你越抓不到 反而你越會想要 相反的 有時候你擁有了 反而你就不會那麼的去珍惜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人 要去學習的 當然這種東西 一定會遺憾一定會難過 不過我會把它當作是一種 回憶人生旅程的一個體驗 不管喜怒哀樂 酸甜苦辣 都應該要去享受他 全部情緒 都是人自然而然天生會有的 而且是必須要有的 一個人如果他只有快樂 那他永遠不會知道什麼叫做快樂 不如把那些遺憾 埋在心裡 當成一個故事 你可以把它寫歌 你可以把它做影片 你可以像我一樣 當成一個經驗跟別人分享 它就是一種可以讓你成長 可以讓你變堅強的一個過程 是很棒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遺憾 當成養分收起來 然後左眼看自己所有的 像我有你們 有我的家人 有我的朋友 這些才是我應該要去珍惜的 我知道說起來很難 但是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如果你現在也遇到這些狀況 加油 如果有太多太多煩惱 你自己真的覺得沒有辦法消化了 這也是很正常 你可以來私訊我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故事 真的把大家都當朋友 這幾萬的點閱率背後 都是你們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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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看 花費了自己的時間 我覺得都已經足夠 應該要去珍惜了 我們要focus是在這種事情上面 而不是說一直看我們失去的 當然啦 有的時候聽情歌 也會有這種情緒 情緒真的來了 我們就是要練習去享受它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按下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光 我們下次見 Bye